一年来最好的魔术在世界各地演出 魔术的最终行为是技巧创造 在奇妙的变换下有着各种不一样的技巧 本期脑洞军就和你一起揭露事件上最著名的魔术背后的真相 海绵球魔术 海绵球魔术是魔术大师朱利奥·马里诺的代表副之一 从他的表演开始 海绵球神奇地出现 此后海绵球无处不在 他用拳头捡起海绵球 然后从中阴阴消失 执行此操作秘诀需要很大的耐心 关键技能是掌控球 用手指表演误导观众和演戏前发装性能影响 其实都是在变换到另一个王力的时候 都是没有放进里面 而是通过技巧掩盖直接藏在手后面 在适合的时候才放入王力 拔出牙齿拔戏 魔术师大卫不然可以完成任何事 在人群里找到一位女士 当着所有人面用手弄一下女士的牙齿 然后顺时右手一碰就把这位女士的牙齿拔掉 后面再用一口气就把牙齿旁边回来 这个机能的魔术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假牙贴纸 先是把贴纸贴在上排牙齿外面 这排假牙显得更长 也是用上嘴唇下压一些 遮盖住针牙 然后魔术师把其中对应的两颗假牙调叠 就像拔掉牙齿一样 当大卫在他脸上吹气时 他用舌头将两颗牙齿推出 然后达到牙齿充限 鸭子转移 大卫科波菲尔在台上表演了鸭子转移魔术 先是让助手拿了一个桶 然后台上摆了一个盒子 他向观众展示这个桶是空的 然后抓来一只鸭子 把鸭子放入盒子里面 然后神气地把盒子里的鸭子变到了桶里面 其实这个魔术里面有两个技巧点 一个是这个空的桶并不是空的 而是有一半是遮掩起来 提前放好了一只真鸭子 对观众展现的只是半个空桶 而放在盒子里面的是一只假的鸭子 可以鸭垫的折叠玩具 通过大卫手的控制 给人感觉那只手上的鸭子是薄鸭子 从而达到魔术的效果 消失的扑克 这是艾里克日元在美国达人秀表演的一个魔术 魔术师在发牌的一线间 扑克竟然一切地没掉了 让人匪夷所思 感觉就是突然消失了 又可以将消失的扑克变回来 其实消失的秘密在以魔术师灵活的手 魔术师将扑克迅速地隐藏在他手的背后 表演中侧面还有一个隐藏的秘密口袋 用手指灵活地将扑克藏在袋中 后面迅速滑出 不想凭空变出的感觉 大便活人 这次大便活人是魔术师克里斯天使在垃圾场表演的 以他上场消失行为的表演 还有他那神秘的技巧而闻名 先是站在一个架在两个桶上面 中间是放空的 然后一只手绑住一根绳子 由两个人分别拉住 前面用户遮挡住 人站在部后面 就在一上那 当不放假的时候克里斯凭空消失 这个表演其实也是一种障眼法 现在两个桶的中间放一面镜子 前面站着一个和后面那个人的穿着一样的人 通过镜子反射 给人错解两个桶的中间是通透的 其实技巧在这里 识破点也在这里 现场没考虑到人体影子的问题 前后人物的影子是相绑的 另外一个是横绑问题 对于手上绑住的绳子 只是一种横绑的技巧 通过长浪方式 可以实现快速解绑 从而迅速脱身 隐藏在镜子后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本视频的朋友 欢迎在以下留言区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